买东西呢 确实这个信任很重要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宏达电 那么今天宏达电有几件事情 第一就是说呢 那么王雪红一直引以为傲的机皇 1S领先对手三星 那么抢先一步已经登陆了 那另一方面呢 就是另一款它和中国电信公司合作的 这个1XC呢 却被眼尖的网友发现 搭载的是传出缺货的S4的一个晶片 网友就质疑了 宏达电独厚中国大陆市场 台湾用的却是第一阶的S3晶片 4.7寸大荧幕 还是一支双卡双待机 宏达电和中国移动 推出的这一支1XC高阶手机 主打中国大陆商务人士 只是用的是高通生产的S4双核心处理器 这让网友看了很有意见 网友质疑 之前宏达电1S台湾开卖 才因为高通S4晶片缺货 才第一阶变成了S3 怎么这回儿中国大陆1XC又能搭载S4晶片 难道是中国大陆的市场比较大吗 1XC进军中国大陆市场 用了高阶的S4晶片 网友说看了实在很刺眼 不知道是不是把台湾1S的配额给拿去用了 不过也有网友体谅宏达电 认为既然这是一支客制化机种 优先使用其实很正常 何况这还是一支要价两万五千元台币的高阶手机 人民币千元以下几种的规划 我觉得宏达电现在最主要的 还是怎么样把我们的品牌理念 好好的communicate 好好的宣传出去 事实上宏达电自从失去美国市场地位之后 大家长王雪红转向力拼大陆市场 第一步就是坚持不推千元人民币以下 也就是台币4700块左右的低价手机 来自回品牌形象 我相信大陆的消费能力很强的 他们对好的品牌 好的高端的这些设备都非常喜爱 紧接着王雪红又领先三星的机皇 Galaxy S3一部 宏达电机皇1X抢先登陆开卖 即使大陆部分城市向来就比较买低接手机的账 但宏达电还是希望 可以在一二线城市的高级市场 抢下一席之地 看来王雪红在中国大陆坚持不靠低价抢市战率 避免和中兴华为成为同档次的品牌策略奏效 但在高阶市场和苹果三星依然有场 硬仗要大 东森腾新闻综合报导